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想要跟大家一起來收拾行李 我今天晚上準備飛到Vancouver 然後之後就會直接回香港 因為加拿大跟香港你知道 好像溫度啊氣候都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要準備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已經稍微把東西都已經列好在那邊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直接把它裝箱到我的行李箱裡面 另外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這次帶了什麼 去給一眼的爸爸媽媽做伴手禮 以及其實我還準備了另外小禮物 是直接送到他們家的 希望我在加拿大的時候他會抵達 然後我就可以給你們看我送了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有種很奇怪的嗜好 就是喜歡看人家整理行李 所以想說今天也來拍一個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這個行李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是幾吋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25吋的吧 然後他另外還附了一個小的登機箱在裡面 那真的很便宜喔 他是Sansomai的 在Costco只有賣4000多塊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我個人對於行李箱會比較喜歡硬殼的 除了他的樣子比較好看之外 我個人覺得他防碰撞的能力也比較好啦 個人習慣的問題 對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說吧 嗨 如果今天我要去比較冷的地方 我通常會選擇一個像洋蔥式的穿法 所以就是裡面內裡的保暖衣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外面可能是比較好搭配的上身 以及一件大外套這樣子 還有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多下半身的選擇 所以我通常會帶幾件比較好搭配的 不管是褲子或是裙子 然後再用不同的上衣做搭配 首先是兩件我最常穿的牛仔褲 兩件連身裙 我個人是寬酷的愛好者 所以我通常都會帶幾件做備用 再來我會先把比較大件的Sweater先放進來 準備了一件毛衣 最喜歡的 另外我這次也準備了幾件比較貼身的單色上衣 這樣子可以來搭配我的寬褲或連身裙 那我今天準備了三個顏色 有白色、裸色跟黃色 配件的部分我準備了一個圍巾跟一個毛帽 另外怎麼可以忘記我可愛的睡衣呢 再來是我的浴巾 我個人的習慣是一些貼身衣物 像是內衣、內褲或是襪子 我都會集合裝在一個這樣這樣子的收納袋之後 這樣放上去 因為它這樣子扁扁的 所以你等一下這樣要蓋起來 塞進去是不成問題 它也不會單件單件的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 Here you go 這個呢是我的Skin Care跟化妝包 通常在出門的時候我都會試著把 我需要帶的東西就是Mitimize 那能夠少帶一樣是一樣 但是 身為一個女生有些東西就是沒有辦法割捨的 所以 再怎麼縮減呢 還是有這麼一大包 另外偷偷跟你們說 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 我會把化妝品這種東西 放在行李箱的最上面 這樣感覺它比較不會被摔到 雖然這好像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但是 我的習慣就是這樣子 另外其他的雜物 我也會用一個袋子把它裝起來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充電器、腳架、捲髮器等等 另外還有我的月拋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盒 隱形眼鏡盒 然後這個是我的隱形眼鏡清洗液 我會把它放在旁邊 不會跟電器混在一起 然後 一定要帶的就是我的鼻眼膠囊 因為你知道 身為一個過敏兒 你就是需要把它戴在身上 對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帶的是 歐拉斯的 Spanish Brown 另外我也帶了一些 這個飲用版的膳食纖維 出門在外 就還是帶一些 隨時保持腸胃的健康 That's right 這邊大概是這樣 就一樣喔 牙刷跟雨傘 好 接下來換到這邊 至於這邊會放什麼呢 我通常是會放一些像鞋子啦 或者比較大型的外套什麼的 把它丟在這裡 所以我這邊裡面有兩雙替換的鞋子 我帶了一雙有根的短靴 還有我愛迪達的走路鞋 鞋子我通常也會放在最下面 因為鞋子比較不怕摔 再來就是我親愛的牛仔外套 這件真的是我心頭好 雖然溫哥華可能穿這件不太夠 所以其實我會把我上次 在韓國買的 Nerdy這件大的羽絨衣給帶去 雖然一言跟我說 可能不會有韓國這麼冷 但我就想說我就帶著吧 反正我如果不穿去溫哥華 我好像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穿去了 有一個 最後呢我會帶幾個包包跟我一起去 因為我之後要回香港 所以我把我的黑色背包帶回去 之後要去哪裡都比較方便 另外就是大家看過一千一萬遍的 我的迪士尼後背包 最後是這個Case Bay的側背包 好 最後因為這次有工作 所以我會帶一些 Natural Valley的Protein Bars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就帶一點 塞在這裡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的 拖運行李就這樣子啦 剛是我拖運行李的部分 那現在呢我要來準備收我的隨身行李 不過呢在隨身行李之前呢 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帶什麼給Yan的爸爸媽媽呢 沒有錯 我這次買了娃娃的曲奇做伴手禮 因為這個算是新的品牌嘛 所以我相信他們也都還沒有吃過 因為我之前有去娃娃的試吃會 然後兩種口味也都吃過了 我個人是真心覺得很好吃 因為以前大家不都會吃那個 香港的小熊曲奇嗎 那我跟你說以前我也覺得它很好吃 但是後來發現還可以更好吃 這個呢是我昨天才帶回家的 我們已經消失了一排 又三分之二的部分 這個是抹茶口味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重可可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抹茶啦 因為我對巧克力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愛好 它的抹茶味就是淡淡的清香 它不會到很重 就重到你就是 好酷喔天哪我受不了 不會 有餅乾嗎 加上因為抹茶跟可可它的甜度都不高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送給長輩的 我自己帶回來 我爸跟我媽就是嘴巴很挑的人 他們都覺得很好吃 所以希望就是彥恩的爸爸媽媽會喜歡 因為這個曲奇太鬆了 所以我同事一直就是 跟我說你要很小心的帶過去 不然會全部碎掉 所以我要手提行李 把它安然的送到加拿大去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隨身行李吧 shall we 這個呢是我這次要帶去的後背包 那它是Michael Kors的 這個其實不是我買的啦 它是我媽買的吧 所以你知道它顏色比較低調一點 那我個人覺得它的大小 算是蠻適合這樣子 飛長途飛機裡面 可能還是要裝一點東西 那因為包包太小的話 其實說真的你裝不了什麼東西 但我又不喜歡 背很大一個包包上飛機 所以 the size is perfect 首先當然是我的護照 以及我隨身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小袋子 這個裡面是什麼呢 通常我會把我要去的那個地方 當地的貨幣給放進去 所以像我這次要去加拿大 我就換了一點加拿大幣 然後帶一些美金去換 另外我有在收集那個SIM卡 就是我如果去一個地方玩 我在那邊買了電話卡 我就會把它留下來 就是 就是做一個紀念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啦 對 所以我就會把它都放在這裡面 然後另外裡面還有一支筆 就是如果要寫那個海關錶 或是入鏡錶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每次出國的話 這兩個是 我一定要連在一起必備的東西 另外呢 是我的diary 它已經 oh my god oh no ok 這個是我隨身的一個筆記本 我是在無印良品買的 你們看這邊其實寫的是18年的 所以我已經用了快要兩年囉 我其實不是用它來寫日記 或是來規劃東西 我其實比較把它想像成 就是我有什麼靈感什麼想法 我就會把它寫進去 裡面可能會寫一些我對影片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想拍的東西 或是有哪裡可以改善的 我都會把它寫在裡面 然後如果我就是哪天心情不好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把心情畫在上面這樣 因為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很visualize的人 就是 就是我會需要真的把東西畫出來 或是寫出來 我的思緒才會比較清晰 我不是那種 可以在腦袋裡面 運轉所有東西的人 就是 我不是 對 然後呢 再來呢 是我的錢包 然後這個上次大家在 What's in my bag的時候也看過了 所以 另外是我的眼鏡 如果你還沒有發現的話 沒錯 我有近視 我的近視度數是225度 if you want to know 再來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上次在迪士尼弄丟的卡夾 再來身為一個隨時隨地都需要音樂的人 我準備了三個耳機 唉 10年之後我如果再回來看這個影片 應該會就是嘲笑自己很老土 因為 我相信10年後應該大家就是不會帶這麼多有的沒的東西了啦 這個是我iPhone的耳機 然後這個是插電腦的 所以如果我要剪片啊或什麼 但是AirPod臨時沒有電 我就會用它 不過我個人用的最習慣的還是我的AirPod啦 我自從好像是去年4月吧 用到現在可能也 超過一年半了 它也沒有弄到也是個奇蹟 但自從我買了它之後 我是認真的覺得它改變了我的人生 它為了我的人生就是 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 I'm just kidding AirPod 是必需品 再來是我的鑰匙 還有還是會隨身帶一支筆啦 Just in case 還有The Mint 我真的不能接受我口氣不好這件事情 所以 再來是我的登基保養美妝品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個很漂亮的袋子裡面 裡面我有準備一些Travel Size的Skin Care 想說可以在就是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上面可以用 還有一些簡單的化妝品 就是在下飛機前可以 稍微不要完完全全的素顏這樣子 另外如果我包包允許的話 我會隨身帶一個水壺 因為環保嘛 就是 對 但就是記得在相機前要把水先喝完 再來就是我的電腦啦 因為這個包包裝不下我的電腦 所以我會另外有一個電腦包 對 你問我為什麼沒有行動電源呢 喔 因為它正在充電 我是不可能沒有行動電源的 所以 That will go into this bag as well 好的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要去Vancouver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跟我一起收行李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